Hello 大家好 就是讲一下要习惯于放下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到放下 可是放下了之后呢 又有点不习惯 所以我们要习惯于放下 比如说啊 如果我们放下了娱乐 比如说我们以后就不看娱乐的东西了 比如说 娱乐节目啊 电视剧啊 那么我们肯定会省下来很多时间 但是这些空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空下来的时候就 有点不适应 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 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吸引我们的兴趣 那么这些时间就是干空下来的 那么如果是干空下来的时间 你可能会选择睡觉 就是 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要习惯放下 既然放下来 那么剩下的 放下的那些空间呢 我们就要去适应它 那么这些空间呢 我们用来做什么 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既然已经放下了 就要把用有意义的事情来填补它 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呢 就是真扇美 你可以打扫房间 你可以做饭 你可以去学一点东西 都可以 就是用真扇美去填补这些空间 但是呢不要用睡觉 睡觉呢就是谈睡 那就是谈成吃 不可以 所以呢我们要习惯于放下 习惯了之后呢 放下的那部分空间呢 我们就用真扇美去填补它 加油 加油